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一盘精彩队局 队局的双方是陆伟涛特技打士 迎战赵伟 也是两位比较年轻的棋手 应该说经济联队和上海队都是老牌强队了 老牌精力 都多次获得过象甲联赛的冠军 那么今年的象甲联赛 应该说两个队也都是在为季后赛的门票 而就是说奋力去争夺 那么这两个队直接的交锋 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最后季后赛晋级的走势 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直北京队在中游 六七八的左右晃游 五六七八 也没有说特别超出去的那样子 但是后面也有追兵在追赶 对 像今年的象甲联赛 第一集团应该是以四川队为首 一直都是基本领先 以不败的战绩领先 然后我们杭州环境集团 广东碧果园和内蒙古一泰 应该说是排在第二集团 应该说季后赛的协位相对比较稳妥 说实话这四川队的实力真的是很强 而且有照片买码很多外援的加盟 除此以外老牌强队上海经外滩 北京就经济联队 还有河南天伦 还有浙江队应该说都也是 对前六名的协位虎视眈眈 都有相当的竞争力 那么这一盘棋是经济联队和上海队 第二场交锋的最后一盘棋 前面三盘棋应该是打成了平手 平手也是很关键的 对天一天后的棋都比较关键 都是那个胜负决胜的那一场 对那正好也是在关键时刻 对军双方也都不甘于平淡 然后去积极地去纠缠 对其实我们还是希望看到 棋手这种积极的精神 对 不是说我在那拿个先手 我就要保住先保住 对 现在好像好多了 还是想 有所做的 而且就是快棋嘛 而且这两名棋手相对来说 也是风格比较 下棋风格比较积极吧 比较积极 尤其陆一涛还是比较善于拼杀 对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赛制 先下完一盘 然后一盘一盘地下 不是原来的老赛制四盘 四个人一块下 这样看不见 不知道别人的状况 这样别人的结果都出来了 然后你再去看着这个情况下 可能更刺激一点 对 第四个上场确实还是背负着 相当大的压力 对 尤其是 你的胜负就要影响团队 最后的这个成绩 尤其是前面都平了的情况下 压力更大 对 对 是 那路易涛呢 以购工炮开局 应该说是他近期呢 采用比较多的走法 那除此以外呢 其实现在的很多高手呢 也逐渐开始采用购工炮 比如说像郑维彤 孟辰 前一段时间呢 也都比较多的运用购工炮 我觉得还是求变性的下法吧 对没错 一开熟路 对因为从以往的这个布局来看呢 还是中炮挺冰和飞向 这三种应该说是主流的开局 主流开局 那么既然是主流呢 职业骑手肯定也是比较多的 去研究这几种套路 是啊 那相对来说 它留给骑手发挥的空间呢 也是会逐渐的缩小 是啊 那过工炮呢 相对来说 近年来出现的比较少 比较少 天一你还记得小时候 有没有这个专门的 下过工炮的开局的比赛 我记得印象有 还有专门的 必须下顺炮的比赛 对也有出现过 好像老一辈 我觉得五十年代左右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专门的 挺吸引其迷的眼光的 对而且工炮 其实这些年的演变来说呢 黑方的硬法 也是逐渐的多样化 对 以往呢我们来看 应对工炮更多的 还是走中炮 对这是我们其迷法 更喜欢的 对 然后普及一下 辅居 一般是横居 当然现在也有走马二进三的走法 跳马之后呢 红方居九平四 公兵 红方也可能会先捕士 或者兵器进一 都有 当然这大力的意思有一点雷同 将来主要的发展方向 就是黑方跳马之后 冲冲足 对红方 再给大家摆两遍 对红方这个中路进行威胁 有可能充足或者居士进五 这个次序 对 走什么都有 先走哪个都有 对 有没有先掌横居的 先掌横居相对感觉动作要慢一点 为啥 那红方可能 有可能会兵三进一吧 不再居二进四了 居二进四也可以 那你不进了我兵三进一 居二进四它居士进五 那不炮 炮六平四 它在居五进一 好 也是还能接受 有点像顺炮了 对 就接近顺炮 那红方等于是炮 从中路移到了这里 对 然后变成炮六平四了 对 OK 这样你说的是 直接进过来 直接进过来 就逼迫红方定型 对 你居过来我再冲 这个先后次序 可能影响也不见得 那么的大 但是给亲密朋友们 普及一个居过来之后 压过去居过来 有充足的 这个棋 黑棋是不怕炮四进五的 现在是不怕 因为红方中路 少补一手棋 就算补了像怕吗 补了像之后 比如说G1进一 像七 比如说像现在 像七进五 补像之后再G1进一 现在怕也不怕 也不怕 考虑 但是总 因为打的话 不会马上吃 对 还马上进五炮也很危险 整体来说 还是马三进五 比较简明一点 不给它 炮四进五穿的机会 OK 这是环中炮之后 可能会形成了这么一种变化 其实这个环中炮 我看业余比赛里面 很多选手 对 黑方从中路反击 但是现在呢 黑方直接骑手 更多采用的 还是拱足个跳马 就是把 还是战线拉长 然后形成一个 相对 双方发展 对柔和 发展空间比较大的 然后更注重骑行的 那个 对 更注重功力的下反 对 然后实战呢 赵伟是选择了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G9平八 冰三进一 然后冰三进一 对 也有走冰七进一的下场 但是G1平二呢 可能黑方就要 跑八进四 红方冲冰 黑方在压马 这样节奏 对 如果你不吃的话 就要丢相 你不吃呢 将来就要 被黑方杀一回头 那这个 所以 你的黑方便宜 对 走G1平二的话 相对来说 可能 有点限制了 自己将来的 这个发展的 但是还是有 好多人喜欢 也有走冰七进一的 对 就这么认 这个变化 对 将来有可能换掉 吃了 然后 在环中炮 红方可能就要 起空头了 马八进七 对 马八进七 这也是一路变化 但是早年出现的 比较多 是吧 再帮我们摆两步 打冰的话 黑方 红方G9平八 G9平八 然后他控制他G 不让他G出来 但其实 对 你比如出G 他浸泡风度 我再抬 你也不可能 一直来回来去 这么走 这样走的话 那就 而且现在的职业比赛 你部署不够 二五可以和红鞋 还得变装 对 希望我们有 这么一个规定 红方先手 怎么着 现在很多都是 15还是 25回合以内 你如果是三次循环的话 你必须变 红方要变 还是要鼓励你去 积极进攻 积极进取 先手 那你这样 G1封不住的话 实际上 红方也是有些风险 那不就不成立了吗 所以就不太理想 不太理想 天忆觉得 这不太理想 那我们积极 我们下次记着 G1平二 你走的时候 要考虑考虑 G1平二 就出现的比较少 更多的是出现的是 冰三进一和冰七进一 冰七进一 其实也有道理 冰七进一 活两个炮中间的马 对吧 冰七进一 黑方可能就 各活一个马 红方跳马之后 黑方再跳边马 对 所以这路变化 近期出现的比较多 这样也比较局面了 对 红方有向三进五 向七进五 冰九进一 还有G1平二 这几路走法 黑的将来炮二平四 炮二平三 炮二平四 G1进一 这都是 针对红方不同的选择 黑方来决定自己 有针对性的下法 对 其实我们其他朋友们 有的时候 跟特大的区别就是 我自己摆自己的 我没针对性 我就摆成这样子 你走成什么 我都走成这样子 这就比较死板了 对 象棋的布局 其实就是从布局开始 双方就已经需要 开始针锋相对 对的 这是象棋挺重要的 一个理念 对 而且象棋现代的发展 就是每一步棋 都要尽可能 去提高它的效率 对的 是的 这样我们摆回来 看实战吧 然后实战 红方选择了冰三锦 也是陆维涛 比较偏好的一路 这是陆维涛喜欢的 我在队里面看 他有下过 对 然后冰三锦 赵伟 跑八平九 三不虎 然后红方走向七进五 这路一般来说 以往走马八进七 会比较多 对啊 向七进五 马八进七 黑方就挺足智住 你如果跑八进四 黑方在飞线 变成 这个是 有点像五八炮 但是六八炮 对 是吧 过攻炮之后 再八路炮伸进来 也有这么下的 对 大多是要打兵 然后出局 大多黑方有跳边马的 黑方 对 有边马在平四 炮二平三 威胁你七路马 对 也有走炮二平四 在跳正马 所以人家有的时候 这个马先拱七兵 是业余七手 都不愿意让你 这么足三锦一顶住 所以有人会先 不仅三兵 先请七兵 先请七兵 对 先请七兵 就是如果说 将来形成这个 马七进六 对 这么一个结构的话 红旗很舒服 会很爽 对 这个也是 故宫炮的 最真谛的那个形状 对 但是所以说 这个旗 我们回过头来看 黑方所有的 马二进一 如果马二进三的话 他就跳了 红旺就马七进六 对 马二进一你跳 他有一个炮二进三 打你 这个 现在还跳不起来 一头就不太容易实现 对 你再回来 他炮二进一点 对 他都白走一步 白走一步 对 所以他都有互相制约的 这么一个概念 对 那实战的 红旺走向七进五 向七进五 黑方走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 然后他跳马 他走马八进六 哎呀 天忆对这个马八进六 咋评价也 也有下的吗 对 一般到这个局面下 红旺一般是需要走马八进六 飞了下就得这么跳了 对 飞七向 马八进六再居九平七 这是一个线路 对 然后另外呢 有可能炮八平七 再居九平八 他没有马八进九 居九平七的线路 马八进九 可能担心将来这个编马 没跟 可能会比如说 两个炮看着呢 就算没有向的跟 他也 危险吗 很危险吗 危险倒也谈不上 但他可能就是 马跳到这里 将来比较灵活 比如穿弓 或者将来呢 炮退 炮平开之后 马六进八 居出来之后 马六进八 他不觉得在这儿委屈着吗 暂时会受点制约 但是他后面子弟开展 就不要这个马 比如说将来 有可能的话 就马六进四 但也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下棋的时候 有的时候 不愿意先把自己 走委屈了 然后再慢慢调整 有的时候 万一调不开吧 就挺别扭的 但是高手来说呢 比如说你马八进九 对 要是我选 容易定型 你就没有其他的 选择的方向 对 所以你看女孩下棋 也是这样 就相对直嘛 直来直去的 不像你们似的藏着 然后慢慢再跳 就还是比较含蓄吧 就含蓄 难起手还是含蓄 对 跳马之后 泡二平四了 黑方是走向三进五 先飞得向 以往呢 一般走 G八进四会比较多 G八进四 G八进四之后 红方G一平二要对 对 这肯定要对 G二平四 这肯定不会轻易交换 这不是 对 在泡二平四对 这理不理啊 不能理 如果打掉的话 黑方打过来 红方这个马呢 尴尬了 有一点尴尬 所以现在有走 出现过 泡泡推二的走法 就是这个试不要了 给你吃 吃完了 G九进一 泡泡个六 对 如果吃了的话 吃上去 G九进一保住 保住之后呢 黑方虽然说吃了一个试 但他马有问题 但是这个结构不太舒服 但G二进七 他能G一进二 看上一会儿 但现在你这边怎么 怎么调 你跳马的话 就没有G一进二了 对吧 你直接G一进二呢 就G九平八了 对 G九平八在打G OK 你这个G四平三 还得往里跑 现在的肌股都发展到 要上来十几步 其实就气势了 气势 气势气象的大把战 对 气势 当然说 之前的对局中呢 黑方没有这么选择 就啵啵推二之后 没人这么走是吗 黑方也不是非得吃 黑方可以走别的 还可以补个事 等着你吃我 对 但你走别的 红方就啵啵瓶溜了 就坨上了 那不就僵持在这儿了 对僵持 那有啥意思 但是现在因为 让我看 这个 现在气势发展到这个程度 对 开局更多的时候 还是 先形成僵持 然后呢 等机会 等机会 上来这种大刀阔斧 直接 双方开始 对杀的这种局面 已经出现的比较少 所以有时候看对局 我还是看女子对局 其实挺过瘾的 你知道吗 其实女子比赛很多 其实就相对下来说 就比较直接了当 之来之续的 对 我这目标特别明确 我就要干这事 干成了我赢了 干不成我就输了 对 从这个观赏性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现在 男子职业骑手的这个对局呢 其实更 追求细节 对 更细腻 对 有的时候我一看男子 都喜欢看快骑 快骑的就那个 就有点接近那个骑风了 对 快骑就更容易对拼杀 是啊 这是 这个是这个黑方 居八进四的变化 对 实际上没有选 对 黑方也是知道 红方肯定是有备而来 所以他调整了一下 这个出子的 数据 他先摸个像 像三进五 飞像 飞像看你怎么动 这个时候红方 不太可能再走十六进五 他会不会走 冰淇淋一居有瓶漆桌呢 冰淇淋直接送 现在代价太大了 因为你送的话 他就吃 你出来他瓶 这个结构 这个冲下去 很危险 太疼了吧 那居七进三 看上又太有软了 看上的他就这边 跳个马什么的 将来还可以出去 就拦不住了 马三进四 感觉上 没有用 被这竹子给弄住了 这个竹在这 红方很痛苦 跟一个刺似的 扎在那了 而且红方后续子力跟不上 这个居出来 还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然后你要直接出来 能泡二瓶三 或者什么东西 你也冲不出去 他不会让你冲出去的 你要先去就平息 他就等你冲 你什么时候冲 他就什么时候泡二瓶三 什么时候勾 对 OK 所以这个棋 对于红旗来说 他实战后来走的是 红旗这里 应该走的是 炮八瓶九 炮八瓶七 炮八瓶九 炮八瓶九 它是 其实我觉得炮八瓶七 可能会出路更好一点 因为将来 马六进八比较安全 你炮八瓶九 再马六进八吧 这个马很容易 遭到对方的攻击 他肯定是觉得 不会让他去炮八 他不会马二进三跳 或者是你拦不住人家的 马二进三跳 所以他没去炮八瓶七勾 炮八瓶七 当然炮八瓶九 也是一个开局的思路 反正两个选择 对 这个棋 总之双方选择空间比较大 是吧 那前面朋友们 这一盘对局 带给您的是一盘 比较柔性的散手棋 至于后面 双方怎么在调整 红方怎么把这个拐脚马 很舒服地调整到位 我们接下来再看 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 棋名朋友们 欢迎回来 棋局走到现在的情况 非常胶着 红方拐脚马跳的 我们一般的棋名朋友们 很难接受 但是看看红旗怎么发展 我们也学一个新思路 现在呢 红旗泡八平九 平炮准备出局 走到这个局面 黑旗的右翼子 怎么出的呢 他实战是 黑方走泡二平四 打马 这是个先手 这就又看了吧 对 这个时候红方 如果马六进八 直接票呢 那黑方马二进三 下部局一平二 红方这个马位 确实就比较尴尬 所以他当时 要是走这个 就不是先手 对 所以泡八平七 泡八平七呢 狗力比 相对来说 对 将来马六进八的 可能性会比较大 那你狗怎么出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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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七进一啊 可以不着急出 泡八平七 马六进八 冰七进一 先把马出来 先把马 狗再看 行吧 那现在狗一进一 黑方呢 走狗八进四 狗八进四 红方狗狗平八 狗九平八 黑方马二进三 红方狗八进四 狗八进四 其实这时候双方还是顶死 对 目前还是一个纠缠的局面 他要是G1P2对军呢 一个封闭式的 G1P2对军反而 洪荒压力不大 他怕冰九进一了吧 他怕炮九进四 对军之后对掉 再看的话 他马六进八 也可以打 马六进八出来 将来你这个狗 调不过来 他下部冰七一 他这个马如果 你这个狗就凭这了 我这个狗将来 甚至有可能 马跳出来之后 再狗一瓶八过来 你一定能达到 冰七进一 狗三进一 马八进七的目的吗 因为现在跳下来 之后下部马上就要冰七一 那他还可以不理你呢 冰七一你不理 我也可以拱过来再跳上来 就无论说 先把马定在这个 向尖那个位置 红七就 应该说就比较满意 他不会千万百进 什么炮九退一 往这边过吗 那来不及 来不及 你确定哈 好吧 所以说G1P2 黑棋也是保留这个局 四基将来 威胁你这个 怪交马 你如果马六进八的话 这个棋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走的 就是足七进一 被人家跳上去 足七进一对现在拱呢 其实当然也可以 先补一个等着 但是补一个就没有炮 我老觉得这个棋 老可能炮九退一 没有这思路 炮九退一其实意义不大 一点都没这思路 对 那黑方充足呢 红方就马六进四 我都觉得特别不愿意让他这么 明明他想这样 我还顶着他杀 对 其实马六进四和马六进八相对来说 他肯定愿意往这 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我觉得从黑方的角度来讲 马六进四对黑方的威胁要更小一点 你觉得往这边更宽敞 空间更大是吗 对 因为这个马跳到这个位置 他一个要铺起来 另外一个子力在这边 结构比较厉害 压力会大一些 但是我总觉得 就你现在是这么说啊 我是觉得黑棋会千方百计的 不会让你那么轻松的对到那个 我是这么想的 反正要是我 我不会轻易的足三进一让你跳上去的 对 确实就是这个棋呢 它比较 方向比较多 对比较宽 然后临场很难把握 就找到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 因为它都是发生在很多回合之后的事情 你很难判断 对 看结果 结果你赢了就有利了 当时站的黑方走十四进 不是 那这个时候 红方是走了一个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跳 其实呢 我感觉还是走兵七进一 可能对黑方的威胁要大 特别想走这兵七进一 对 因为现在黑方这个结构 其实这边很安全 就是这个三路马呢 稍微要薄弱一点 OK 如果碰兵 它如果拱过去 你踩上来就很舒服 对 最不想的就是拱过去踩上来 但你如果吃呢 你这个马呢就要受工 所以我说刚才要对个鞠嘛 你不能让徐和鞠老在这儿杠着 但对鞠的话 你这边太空了 是啊 对不 它打边兵 鞠一瓶八就过来了 对 所以我这种骑 真的挺难的 我觉得 是 红黄马三进四呢 当然说也起到了这个出子的作用 但是给黑方马七进六这样顶上来之后啊 他老有炮九瓶六收是吧 对 前颈不太明显 等于被撞死了 对 将来有可能遭到对方的这个威胁 那红黄实际上是走的鞠一瓶三 鞠一瓶三 他马三进四肯定是想鞠一瓶三出来 但是呢黑方拱掉 你现在鞠驰 对 如果马踩的话 马踩把鞠挡住了 对 马踩你马 他鞠八瓶七了 他其实都不用顶 他直接收炮 你这个也 你没有地方跳 没有路 对吧 所以我说 所以你说马六进四之后啊 对 其实对黑方威胁不大 听明白 黑方这么一个结构很舒服 他杀到背面去了 对 对 就黑方就是只要这个炮往这儿顶 这个马是可以把你这个相间马控制住 OK 你往这儿跳是没有用 将来随时打你 所以亲密方注意这马的动向 好像往空的地方 往正面去 好像发展空间更大 这边的空间明显也要大一些 OK 听懂了 然后炮九瓶六之后呢 红方试思镜 其实这个骑或多或少 这边也没有什么闪机 闪不到东西 对 反而是自己这个马被吊住之后 容易遭到黑方的攻击 对 人家盯住你了 你各种闪都没有 还容易被换 大不了人家就换了 对 所以现在黑方就采取行动了 炮四镜三 对啊 打你 这招他可能没看见 这一步骑确实突然 有点突然袭击的味道 我摆棋步的时候 我看到这炮四镜三 怎么出了这么一招 就红方就很尴尬 对 这个马如果回 他有一个宋卒 对啊 他有一个踩双鞠 对 下不了踩中兵 就是啊 你不能吃 这算冷手了吧 有点冷 而且红方当时也是 带你不回 你鞠不能竖着走 是啊 他把你打了呀 所以被逼无奈 红方只有走鞠三平一 然后人鞠八退一 换人走得挺清零 其实这个棋呢 黑方鞠八退一一之外呢 其实减平一点 可以打 打了 对对对 打了也行 打黑方退鞠呢 也不是不行啊 就这样交换完 这马也挺便的 对 这下部要陈底江 然后呢 下部或者鞠一平四 鞠一平四 鞠四进六点进去 不 你就觉得 黑的这棋子都用上了 红的这些棋子吧 都没太优上 就是红方 黑方这个马炮的结构 非常的扎实 而且这炮还有用 而且这个出鞠点进去 红方这个马 就算你跳到相间 也造不上威胁 现在没脚了 对 就是 这个马也未至不佳 我也看了也换了 我觉得换了也还能接受 换了的话 应该是黑方 满意了 比较稳当的 可以占到一些主动 反现了 那退居呢 也不无不可 那这个我相信 临场来说 黑方已经产生了一些优势意识 觉得这个棋子我退居 我有希望了 你必须要退马 那我 他看到了足三级 占到了一个 应该说占便宜了 通过这个局部 这个局位 看起来很危险 最主要是这招去占便宜了 对 然后呢 他走G8进三 想继续扩大战果 准备将来吃中兵 或者有可能压马什么的 那红方呢 就这样吃起来 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是不是先 他没先送一个吧 黑方现在送 现在送的 但是呢 可能是临场呢 出现了一些 就是优势意识过强 以为自己呢 可能充足 通过一系列战术打击呢 可以扩大优势 我觉得有点像你那个 之前讲的奶盘棋 冰就不要了 有点忧伴意识 冰就气了 我觉得够赢了 然后突然回过头来 又觉得是不是有点算了 应该不气的那种 因为这个兵气的 确实有点大 对 那么大个族就气了 一定会有气 没气就太损了 对 当时他的设计呢 是充足 然后吃掉 我退炮 打你鞠 腾挪一下 你鞠让开 我踩中兵 OK 但实际上呢 对方很简单的 可以鞠一推一 然后再马三进四 我们先来看 这个棋 应该是简明一点 鞠吃兵 这么鞠吃兵啊 那如果马四进三 你随便 你闪的话 我就鞠让开 你随便提 就是这个马位置特别好 这个马炮这个结构 鞠平时我打你死鞠了 OK 所以你 这边先 这么放着 你这个鞠 怎么都没气 在背面 对 红方也 没有什么好的 就是他这子都连着呢 对 互相连 然后接着可以打鞠啊 对啊 把你鞠 反正放在边角 逼到边角 就这鞠太核心了 感觉上来 黑方也是好一些 当然说也没有说 达到那种优势很大的那种程度 但是必定吃个大中足啊 对 但是送兵呢 代价太大了 送掉之后 红方呢 这个时候走鞠一退一 其实他 更好的做法是走马三进四 连中兵都不给你踩 对 我也看到了 鞠一退一呢 踩掉之后 再马三进四 也可以 也可以 然后呢 黑方 这时候鞠八平六 应该说最后的这个败招 如果踩了呢 后边的变化 应该说 马三 如果你马三退五 他踩你中兵 也是红方战友 多个骑兵 多个边兵 对 这个不可能交换 你还得马五进六 对 赢得了嘛 但你马五进六 他这个马就连回去 你再举一平二 反正你先少两个兵 你先少两个兵 对 但是他应该这么下 对 他应该这么下 或者说他马三进一吃 马三进有点偏 你如果浸泡 反正他下不 鞠一平二就没事了 那他打你 你打我就鞠一平二 先接后续 你打了 我就鞠二进六 你进一步我抓回来 打下 这样的话呢 好久平五 黑方至少物质上不亏 而且阵型也比较扎实 应该说 红方先手也不算很大 想突破 反正也得费点劲 虽然也不夺兵 平饼 对 两个对两个 但是黑方这里呢 还是想继续跟红方纠缠 他想有点站 对 但是G8平六呢 正好走到了 红方这个包围圈里边 对 红方这样泡流进一一打 他也没看见人 泡流进一的冷手 对 这打就坏了 对 后来我想了两个冷手 一人走一个 最后红的先走上了 对 等于是黑方 没看见 肯定是没 错在后 并且这个错误呢 相对比较致命 错在后 我们是讲究是那个 错误要往 越小越好 对 然后谁最后犯了错误 谁致命 对 然后现在红方马持 拘持 拘其劲压住 黑方拘一平四 这都是官司 这不好动 这样就已经 黑方子弟层层被红方吊住了 对的 然后好像是走马三退一 马三退一 马就退四 这就 红方用一连串 这个战术手段 将这个优势 扩大了 扩大为胜势 这只有切了 对 这个也没办法 后面 对 就是我们简要给大家摆一下 这个取胜就是时间问题了 马六就切了 他一飞 飞掉 然后 狙击兵就 马一退三 马五退七 这个时候等于是 这样已经定了 同方 兵种也好 双居 都在 而且呢 又多兵多巷 是啊 这个棋 对黑方也是 很难再去 继续支撑 是吧 黑方就投资人富了 那我们整个联赛呢 这么历程过来 从四川队夺冠 杭州队夺了亚军 然后接下来 内蒙古 广东第三 对 河南第四 河南第四 然后内蒙古北京 一个前六名的战绩 天一你这整个联赛下来 觉得疲惫吗 这一年像讲 因为持续了 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确实从成规赛 到季后赛 一直争夺的都比较激烈 不光是团体的争夺 从个人名次争夺 我跟郑维彤 今年也是一直 积分咬得比较紧 是啊 一直到成规赛 最后两轮也是 对 就是说大家发挥的都不错 胜率都比较高 对啊 有时候区分 我看你追我赶的那个劲 还真是挺足的 差距只在一盘棋 所以说全年下来 再加上团队要争取好成绩 还是多少回应 给你什么任务没有啊 好任务 相应的肯定 肩负责任会大一些吧 是吧 然后齐美朋友们也比较关心啊 大约年底还有个人赛 还有邀请赛 等等等等比赛 你有什么展望吗 年底确实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比赛 从个人锦标赛 到碧骨圆杯 应该都是往年比较 应该说是重头戏吧 是吧 自己也是希望能 调整好状态 尽可能的发挥的好一点 是吧 那在相亲世界的节目里 我也代表 喜欢你的广大的奇迷吧 祝你在年底的比赛 甚至明年 乃至以后的比赛 成绩越来越好 然后带给我们 其迷更多的精彩 带给我们其迷更多的惊喜 好谢谢 感谢天一来到 我们的相亲世界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嗯